老松烟 新风貌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文创工作者 在这个共创空间当中 创新工厂所欧心力血产出的作品 而这些创意能够量化为商品 甚至于能够销售成为通路 以至于跟国际交流 要靠文创工作者本身的单打独斗 基本上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这个创新工厂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那么从去年底到现在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了 我们也请松烟这边的执行总监 周总监来跟我们聊一聊 十个月的时间 从当初的想象跟现在十八位文创工作者设计者的磨合 你们觉得激荡出了什么火花 大家好 我是周立敏 那其实在这段期间以来我们成立了这个创作者工厂 那当然创作者工厂最重要的目的是能够让创作者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安心 可以创作或者是接洽他们所有相关的业务 或者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的一个空间 像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共用的接洽业务的地方吗 我们里面有设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办公室一个studio 同时有一个非常让大家可以开心运用的这个共创空间 那当然我们也有唯一独有的一个maker space在里面 那所以其实这三种空间的融合呢就让创作者呢其实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在这里去发展他们在这种所谓从微型到小型 这样子的品牌发展的过程里面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 共创空间最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者这十个月当中你们领略到共创空间带给大家可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过去很多的创作者他们其实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或自己的小仓库里面单打独斗 那常常没有办法得到很多的资讯或适当的辅导 在这里呢其实呢我们提供他们其实充足的辅导的资源 包含如何争取各项的辅导辅助或者是如何求得在市场或者是行销方面的各种协助 那最主要的是这几组创作者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 所以他们彼此互相的交流合作设计发展 所以其实他们产出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化学成分 那在这里面呢其实就让他们呢原本的创作其实又走出了新的领域 可能A创作者跟B创作者大家互相共同激荡出新的设计产品 或者是大家学习到了更多新的一些创作内容 那其实在这十个月里面呢我们有非常多具体的案例 包含他们一起合作的展览 包含他们一起开发了新的商品 那甚至是包含说 还有合作展览 也有合作展览的 那包含说大家一起到新的通路 那或者是一起参与国际的参展 那其实很多的部分呢都在这十个月里面 我们看到非常显著的成果 刚刚桑林有特别提到他们现在有一些商品是在日本上架办售的 也帮日本他们设计一些属于他们在地专有的一个商品 那这些呢其实也是透过创新工厂这里的沟通交流跟媒合而来的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在去日本之前呢 其实就是像周总监说的 他其实有很多课程 包括我们可能一开始创作者都只会做设计 可是有很多经贸往来需要有的一些knowledge 就要靠总监了 对 就要靠总监了 然后还有包括像可能出货前呢 对于一些国际贸易上面需要准备一些报关的资料 该怎么准备一些survey的方式 也是要靠他们这样子 给我们一些哪里军 所以建构一些想法之后 去到展会会场 第一个也不会紧张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备而来这样子 那除了我们走出去之外 我们当然吸引外国人走进来 在这一部分 总监我不晓得在这样的一方空间里面 有没有一些可以跟国际交流的机会 有 松岳创作的工厂 我们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其实就在于国际交流 那因为其实松岳创作 因为本来我们其实就有非常多国际创作的清场来往 那我们其实在这里呢推动了一个计划 叫做国际创作者的一个交换计划 那我们在 交换是指我们的创作者跟国外的创作者 是是互相交换 那例如说在今年呢 我们就有两位来自日本Makerspace的设计师 他们在这里呢 短期进驻了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跟我们的创作者 共同开发合作了包含产品 也包含了展览 其实就有白木丁跟Sony 你们也有是什么呢 这样也有 这样是 我们是中国节的图文 然后转换成新的符号之后 变成包包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国际交流合作 我们产出了新的创作 那同样的这样的产品呢 它目前呢 其实就在我们松烟的风格店家 其实正式的做出展示 也在日本的Makerspace 其实做出展示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交流计划 让双方的创作者合作 那在明年度呢 我们也会征选 创作者工厂的创作者 到日本去做这个短期的进驻 所以这样是一个 双方的一个交流合作 OK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在这里 总共是有18位 应该是说18家的设计公司 设计工作者在这里进驻 那未来有可能更加的拓展 或者是说 这是前一年 我们的短期目标 接下来这个创新工厂的 中长期目标 希望现有的 或者是未来进驻的 这些文创工作者 你们可能还会给他们 什么样的协助呢 我们现在其实在推动的一个计划 就是松烟自造的计划 也就是说 让这些创作者呢 他们在这里所生产创作的创意 或是产品呢 其实呢 可以在透过我们一条龙的方式 其实在园区能够达到推广 或者是进军到海外去 那未来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涵盖 有更多的创作者 可以进入到这个计划里头来 那当然空间的部分 目前当然我们在第一阶段 现在已经满了吗 对现在已经满了 OK好 对现在第一阶段已经满了 那当然未来我们期望说 如果有机会 我们继续的在发展下计划 当然希望能把这个计划扩大 那但是在内部的部分呢 更重要的是能够 让这些创作者的能量呢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做更大的发挥 包含说跟整个文创界的结合 包含说跟设计界的整合 包含说他们未来呢 可以协助整个台北或台湾 其实推动更多 其实设计的改造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将来会 协助他们其实在整个设计 或创作的领域有更多的发展 的确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走了一圈 发现我们所能够举目所及的 所有的设计者几乎都非常的年轻 所以在这一个所谓创业的阶段 是需要各方的资源来协助他们的 那接下来我想要先请问一下 John跟Sunny就是说 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 从过去你是一个个体户 到这里在周总监他们的团队的 帮助之下 除了有这个空间 有这个设备之外 你觉得在这十个月当中 对于自己的文创事业 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最大的帮助就是 我们常常在做设计的时候 设计师有很大的盲点 就是很会做设计 但是不懂得卖 对那东西再好 我们都说有些设计师叫好不叫做 我们自己人看得很棒的设计 但是为什么卖不出去 是不是我们在某些地方 其实没有想好 对所以这个空间 它其实提供了 像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 它会提供很多行销的课程 还有成本的空间 提供给你们行销课程 对 从网路 邱总监这是任重道远 真的真的 而且甚至连会计怎么教你控制你的成本 有时候设计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懂的控制成本 然后还有定价的问题 所以这些课程都协助我们 补足了这些商业的知识 就是说你是一个设计者 但是你在学习成为一个经营者 对 是是是是 那另外就是因为在中总监的一个领导之下 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它其实没有隔间的 就是我们会彼此就是一定要互相交流 就是早上就算进来 不会先对方吵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 对就是就是一定会强迫你一定要对到眼 然后打招呼 对那就是因为这个小巧思让我们就是开始彼此在生活上 或是在商业上面就会有些互相的交流 经验交流还有资源的分享这样子 对你的创作有产生什么帮助吗 最大的帮助就是我东西可以卖得出去这样子 对这点很重要因为卖得出去 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很棒的一个文创的一个品牌 但是其实它就是能够长久经营下去的不多 对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透过这样子的课程 去寻找我们要怎么在未来的方式去生存下去 才能为台湾做更多的事情 是那么以桑你来说呢 差不多我知道在过去你是广告界出身的 对那成立了白目的一开始量产一些商品 但是量不是很大 在这里因为我也刚刚看到了你的空间 办公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 就是你们两个年轻的女孩子 在这十个月当中在这里除了空间的使用 你还使用到了哪一些你认为比你自己单打独斗 可能更多的支援跟好处 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个品牌来说 我们其实是以设计出发 可是我们希望是透过跨材质 跨不同品项的方式去传达出想要设计的理念 跟概念 所以在这里我们运用最好的就是那个 很多机器设备像3D印表机 大家都可以共用嘛 对大家都可以使用者付费而已 但是非常非常便宜对我们来说 我们如果去外面打样啊 通常那个模具费开发起来会非常的昂贵 然后再过来就是很多细节的掌握不在我们身上 可能要透过他们 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全然的自己掌控 然后了解哪些东西 它有一些优势或缺点 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设计上面改造 然后再过来就是除了设备之外 我们也可以少量的进行一些商品的新开发 那这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时候投入一个新的市场 有时候也不知道那个市场回馈是什么 透过这样的少量开发 我们可以尝试的去跟消费者沟通 我们说有一些修改改进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都是最大的帮助 那在产品一旦正式上架之后 我们也知道说 接下来我们可以运用的其他的机器设备还有哪些 那这样对我们来说跨品向的合作 就会变得格外的有意思跟挑战 两位的创作者其实都提到了 行销这件事情对于设计者来说 往往是一个不容易跨越的门槛 那我不晓得除了我们刚刚所看到 一楼的这个松烟制造的通路之外 在这个创新工厂还可以带给他们 怎么样去拓展他们的产品 或者知名度影响力的一些管道呢 其实以松烟来说 其实本来我们其实就一直在推广 松烟是一个原创基地 创意居落的概念 所以我们其实希望透过这个空间 透过这个品牌 其实让更多对于原创 对于文创其实感到兴趣的人 其实是可以有机会进来的 那所以也在这样子的整体的一个品牌的包装箱 包含说我们现在在里面所有进驻的创作品牌 在我们这边所推动的各项的活动 其实我们未来都有计划的会把这些创作者带进来 包含说我们的创作者 现在其实我们楼下有几个空间 其实是作为一郎 是一个art space 那我们其实里面有很多创作者 他们其实非常擅长做展览 包含说互动多媒体的展览 甚至是一些社会鼓励 但是策展其实也是由你们这边来协助的 我们会协助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把他们的创作理念 计划和展品有效的 透过空间 透过我们整个行销体系的 一个宣传配合 让更多人其实知道 我们的创作者 其实他们有多方面的才能 是能量 那也进一步的 我们吸引更多对于这种文创 或者对于设计有兴趣的 不管是专业人士也好 一般的民众也好 让他们其实可以更认识 这些创作者 认识这些品牌 那这也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达到他们实际的去接触 那对于它产生兴趣 接下来产生它的经济消费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在 这样推动的一连串计划里面 不管是从视觉的 听觉的 或者是实际上的产品面的 甚至是一些社会设计面的 各方向 其实我们都在这个整个空间里面 去一一的去计划和达成 的确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而且是一个旧的松山烟厂 但是一个80年的老地方 现在所生产出来的 却是截然不同的新创意 虽然我们刚刚看到很多东西 其实跟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 长明生活长明文化都有关的 但是所谓的文化 其实并不遥远 文化跟创意应该就是在 我们的周遭 然后进而可以提升我们整个台湾 台湾人的美学素养 跟整个美学的教育 这应该也是这个创新工厂 非常主要的目的 那我们也期待呢 在接下来的这一年 创新工厂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创新的创意